千年传承的中华五味 您究竟了解多少 这是那个酸甜苦辣咸 我觉得你说的是现代的五味 五味调和 到底约含古人哪些大智慧 现在吧 年轻孩子都不愿意做饭 其实我觉得会做饭的 他婚姻都稳定 赵林 五味中的智慧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文明之旅 说到饮食文化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都有很多的味觉体验 但在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当中 讲究的五味调和的理念 您了解吗 这五味指的都是哪五味 今天的文明之旅 我们请来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营养科研究员赵林先生 为我们解读五味调和的秘密 掌声欢迎赵林先生 那我想先问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 这五味都是哪五味呢 这是那个酸甜苦辣咸 酸甜苦辣咸 对 好 谢谢 赵林先生 五味指的是这五味吗 我觉得你说的是现代的五味 这个咱们古代呢 说这五味呢 可以提到周礼 周礼里边说的五味 对吧 西 酒 鱼蜜 姜 盐 这五个 表达成什么呢 就是酸 肝 苦 心 咸 哦 就原来的这个肝子 现在变成了现在的甜 嗯 原来的这个心呢 变成了现在的辣 因为这个辣啊 到中国很晚 是吧 嗯 你说现在一说川菜 都是辣 麻辣 对 麻辣 但是川菜这麻辣是明朝 辣椒穿到中国 川菜才开始辣的 川菜真正的全辣的时候 是乾隆以后了 啊 就我们今天吃的川菜的味道 是乾隆之后才出现的 对 那么赵先生这个新啊 和后来出现的辣 嗯 在味觉体验上 有什么样的微妙的差别呢 很多新的这个东西的理解啊 实际是鼻子的一种感受 鼻腔的味蕾的感受 哦 所以这个东西来说呢 我觉得就 它显得比这个辣要 层次要深一些 哦 辣就是一种很前表的一种 这个感受 哦 对吧 你比如说生姜 生姜它的原意啊 是边姜的姜去了一半 加草头 嗯 是表示姜域百携 哎 它有一种防御的这种意思 嗯 比如说十一 长家要出门了 云车怎么办 早上起来 先切一片生姜 拿胶布把它贴肚茄上 啊 然后呢 切点姜 切成末 拿开水喝一点下去 然后再切一片 咳嘴里横着 手上拿一块上车 搁鼻子旁边闻着 你这路上就不晕了 这个我们古代有好多话 明艳呢 就是说加倍小姜 小病不慌 嗯 对吧 这个四季吃生姜 百病一扫光 早吃三片姜 胜过人参汤 东吃萝卜下吃姜 不劳医生开药方 好多这样的 行 这个明艳 吃辣吃多了 对人际健康有什么影响 那么辣这个东西呢 这个咱们国家 还有三个水平 哪个三个水平 最低的吃辣的 叫不怕辣 不怕辣 高一点叫辣不怕 最高级的是怕不辣 怕不辣 这个有这么三个水平 那么辣吃多了 有什么问题 你就影响这个 消化到柠檬 我曾经碰你一个人 这女的才四十五岁 找我来就哭 我说怎么了 她说她丈夫病了 好了我去一看吧 她丈夫胃癌 才四十八岁 为什么呢 天天吃那个 重庆里头过 所以我觉得长期的这么 过度的吃辣 肯定是有副作用 但是在四川 你必须得吃辣 因为四川那个湿度特别高 你出汗的话 跟外边饱和 这个空气饱和湿度差不多 它根本汗出不来 所以你必须吃了辣以后 才能大汗淋漓 麻辣 你才能代谢的正常 所以这个东西来说呢 就是辣是要控制的 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微辣 就是微辣的话 它有一点点开胃的作用 这个甜 干的味 它是移蜜 对 移糖 这个移蜜 当时呢 还有野蜜 就是最开始 这个我们中餐的味道 是从野蜜里获得的甜味 就是野蜂蜜 是吗 但是我们以前就知道 用甘蔗获得甜味 但是做糖的这个技术呢 是糖代以后 从西域传进来的 就甜和甘有什么区域 甜也是很标浅的 甘呢 就是深层次的感受 你比如咱们 这个现在要品酒 要品泉水 要品茶 我看最后评分描述的 都是回甘 什么甘醇 是吧 甘美 所以这个甘本上 带有美的这种价值 价值的这种 一种表述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这个妇女 化妆一样 是吧 你说这个表面的化妆 是表面处理 这表面处理完 你看它挺漂亮 但是它的内涵 它的气质 对吧 它的修养 这你都看不出来 我印象很深啊 就原来那个 德国共产党领导人 叫卢森堡 他住监狱的时候 就关起了一个女的 他开始描述 这人漂亮的 宛如天仙 在监狱里面 对 但是一张嘴 哎呦 说话之粗俗 他说一下 它的美就消失了 所以这个来说呢 甘呢 它就一种深层次的感受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药用甘草 它和百药 你那么多苦的药 一加甘草 它把它多给 变味了 让你能够接受这个药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 对味觉的这个描述本身啊 它有很多文化的内涵 这五味是生活当中存在的 那可是呢 比如说有的人 由于家庭的饮食习惯不同 或者生长的地域不同 他可能会偏爱其中的某几位 有的味道他不想吃 有的味道他就拼命吃 如果对五味的偏爱 会对人体的健康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古代有一句话呢 就是五味调和不可偏视 偏食五味啊 就要闹病了 你比如说吃盐吃多了 现在实际上吃盐最多的 就是日本北海道的秋田地区 它一天要吃到26克盐 所以它高小孩发病率 达到38% 这么高 中国吃盐最多的是山东 山东是17.3克盐 它的高小孩发病 15.3% 我们吃盐最少的是广西 是7.5克盐 那高血压只有8.2% 那么世界上吃盐最少的地区 就是北极圈里的 原来叫埃斯基摩人 现在叫因纽特人 他们呢就是一天大概只吃到4克盐 所以高小孩发病率只有4% 所以你看这个吃盐吃多了 这麻烦事多了 是吧 所以就是必须要 要适当的控制盐 世界卫生组织呢 主张是一天吃5克 咱们国家的这个营养指南呢 是要求6克 反正就是说 我觉得日常烹饪的时候呢 大概是 根据侯宜瑞大师提供的这个数据呢 就是100克菜 新鲜菜里加1克盐 嗯 这个味道是非常清淡的 对 现在吧 年轻孩子都不愿意做饭 其实我觉得会做饭呢 他婚姻都稳定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爱是从胃里开始 您讲的说到这个 会不会做菜 在不在家吃饭啊 实际上还真跟您刚才讲到的 盐的摄取量有关 我们发现在外边的那些小食摊 它做的东西往往都是口味重的 没错 特别是盐放的多 这样能够吸引你慢慢的回头 李宝贝说的特别对 就现在市场上啊 他为什么好多的都要做这辣的菜 厨子只要做辣菜 他必咸 明白这道理吧 但是一一一辣一咸 就把你给吸引住了 你就得吃 所以你吃来吃去呢 你就控制不住了 你就发胖了 所以辣和咸是引起肥胖的重要原因 嗯 咱们接下来 来说一说很多女孩子喜欢吃的甜 甜吃多了 大家都知道 发胖 除了发胖之外 对身体还有什么影响 甜吃多了 最要命了 李时珍说啊 吐取其适口 而阴受其寒 翻译过来意思是 就是表面上好吃 但是底下全在损害你 你看一个最近这一些年 就是英国 这个就发现儿童果汁饮料综合症 我去年做节目 这边五十个孩子 这边五十个家长 我准备了一百瓶喝的 其中五十瓶是水 五十瓶是饮料 我都把标签都去掉 就把这五十个孩子叫下来 没有一个孩子挑水的 然后等我做完节目 上了一家长 拉着一小男孩 让我咨询 一张嘴 满嘴牙都是黑的 我说这孩子怎么搞的 他说一个月喝一枪爽歪歪 我说这回爽了 怎么全歪啊 牙都歪了 所以大家就明白 这个糖在西方说成是什么呢 合法的毒药 为什么呢 就是它去掉了甘蔗里 几乎所有的生物活性物 剩下的就是纯热能 所以白糖我们叫纯热能食物 它没有任何营养 只有热量 那么现在饮料要想勾引你喝 就得加糖 对吧 所以小孩饮料喝多了 他还能好好做作业吗 他喝了以后 他满身都是热量 他得折腾 所以就变成小孩的这个 我们叫果汁饮料综合症 上课不注意听讲 回家不好好做作业 就是早上起来好一会儿 为什么呢 一夜没喝果汁 这个糖摄取多了 会热量过高 所以导致它多动症 是吧 不光是热量多 就是我在欧洲考察的时候 我就特别有体会啊 你看那个做那个蛋糕啊 那加的那个糖的量 那都不可思议 和油加的那个量 所以你说你天天吃这玩意儿 你不等着吃出病了吗 你看这个美国人啊 19世纪美国当时吃糖是5磅 大概是2.26公斤一年 现在是135磅 61点几公斤一年 对吧 美国现在64%的美国人体重 都超重 都横过来了 对吧 然后这个 他们现在饮料摄入的能量 相当于每天摄入能量21% 就五分之一的热量出饮料来 所以你要你要做中国梦 你就不能学美国啊 你就得吃中国饭了 我就觉得 为什么中国人 我们的开门听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你孩子就得让他喝茶 那天我做节目时 一小女孩上来 她说茶苦 我说我给你泡一个 你喝喝 我搁了几片茶叶 泡了一杯水 她喝完过去是甜的 那开始要让她喝淡淡的茶 慢慢让她习惯于喝茶 对吧 咱们祖先这个喝下来的 这个都是有道理的 所以中国为什么强调这个五味调和 就是强调一种平衡 节制 就不要过度 实际上它体现的是我们儒家的中庸之道 所以这个和的概念 就是强调一种和谐 对吧 我先问一下这个五味当中 人们最早发现的是哪一个味道 谢谢 这个皇帝啊 当政事有一个 以前有一个叫做速杀的人 他发现的盐 这怎么发现的有个故事 说那天速杀呀 因为他住在焦州湾 他那天到海边打了一罐这个海水 就给搁在火上熬着 正熬的时候呢 发现一个野猪 他就拿着弓箭就追下来 等把这野猪打着了 背回来呢 这罐水都熬干了 它这个底下就一层白的这个粉末 最后他烤猪肉的时候呢 就拿这个猪肉蘸着这个 这白的粉末吃 就觉得特别香 这就发现了盐 如果是要保护好这个身体的话 我们到底是不是不应该吃这种 和糖特别高的这种食物 这个东西吧 我觉得有一个 你怎么搭配和平衡 我呢是主张吃红糖 就是说我们国家有两句话嘛 叫男子不可百如浆 女子不可百如糖 这个糖指的是什么 这个红糖 我到义务专门考察 我这个红糖的制作 因为这个红糖这个粗糖 它包含了大量的生物活性成分 特别是微量元素极其丰富 它里边还有一些 就是能够强烈刺激造血的一些元素 因此呢 就是说在坐月子期间 怀孕期间 这个红糖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曾经遇到一个女孩嘛 就体重特别小 就不到一百斤 然后怀孕以后就 就怕我这个孩子会不会不好啊什么的 后来这一段当时是李瑞芬教授接的这个病人 就给他专门设计就是 每天都是红糖酒娘握鸡蛋 早上 然后呢 中间给他吃这个红糖黑芝麻 这个糊 就这么坚持了下来以后 这个到生完孩子都非常健康 体重也上来 所以这个东西来说呢 这个红糖有很好的补育作用 比那合法的毒药强多了 一道中国的糖醋饼鱼 如何建议色香味形细效六道功能 你比如说三条鱼 它肯定搁在鱼盘上 美味的东坡肉如何发明 这道菜隐藏着哪些健康密码 就发现这么煮完之后 它的饱和脂肪酸降低了30%到50% 我们这期节目呢 叫饮食文化 中国人呢 特别注重这个和啊 什么什么都要 不管是什么样的极端的东西 在一起调一调 让它平衡 关于和 您是如何理解的呢 我们这个中餐的特点 就六个字 色香味 形 就任何一个菜 辣而不识其形 对吧 气 你比如说烧条鱼 你要搁在圆盘上来 多蠢呢 它肯定搁在鱼盘上 对不对 这就是气敏 最后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 食疗效果 你吃了这个东西以后 你要有各方面的 这个对你的好的作用 举个例子吧 就是说这中国影响最广的 这个红烧肉有两个 一个是毛式红烧肉 第二个呢 就是东坡肉 这个苏东坡 苏东坡是送的一个大文豪啊 是吧 又是诗人 又是书法家 他还是一大吃口 这苏东坡家留下好多菜 东坡肉 东坡肉 东坡肘子 东坡豆腐什么 留下好多菜 他呢 当时在黄州 在那扁的那儿去的时候 他发现黄州那儿的猪肉特便宜 啊 后来呢 他又从黄州给调到杭州当刺史 他在杭州就兴求水利 就特别得人心 后来到过年的时候 大家就都送他猪肉 肉送特多 反正都是传说了 苏东坡一琢磨这肉我也吃不了 就安排底下人说 你们啊 就是准备花名册 莲酒带这个肉一块发给当地人 最后这底下这厨子也听错了 告诉说莲酒跟肉一块煮 就拿这个黄酒去炖的这个猪肉 啊 结果一道名菜诞生 对了 这个东坡肉就诞生了 特别香 后来他把这个肉送完之后 这东坡肉就名阳四海了 他就采取什么呢 就是这种叫 小火炖 就是慢着火 实际上就是纹火 烹饪说纹火就是小火 无火就是大火 文武嘛 是吧 然后呢少着水 现在你要熬猪肉 我告诉你一个窍门 就是 你根本就别放水 你就盛皮的黄酒往里倒 或者料酒 你就料酒泡着这个猪肉 慢慢慢慢的炖 这猪肉就特别美味 那么小火煮的这个结果呢 就有一个基本上研究了 就发现这么煮完之后 它的饱和脂肪酸 降低了30%到50% 而且呢 有一些研究还发现 就这个肉长时间炖了以后 牛黄酸还会增加 不是像我们想的说炖久了没营养了 是炖久了营养出来了 它这个有变化 就顶中之变 就是说这个呢 我就觉得这个实际上啊 就是这种摸索出来的烹饪方法 它就有效的改变了一些食物的缺点 所以现在 好多人老对这个猪肉老有微词 是吧 实际上 猪肉是个挺有特点的一个肉 你比如说 这个我们原来有个老 这个年少学家叫李瑞芬 去年刚去世95了 他到去世脸上没有一块老年斑 他有什么秘方啊 他用的油 就是一份猪油 两份植物油 然后熬一下 装到罐里 每天用这个炒菜 我当时就请教 我说李老黄 您那个油有什么特点 他说因为这个植物油里边 都往往带有芥酸 而这个芥酸可以引起色素的成长 他说猪油呢 吃了以后 人是很漂亮的 但是猪油保质方餐太多 他把两者一混合 这样就把他们的缺点都回避了 所以我觉得中餐跟羊块餐就不一样 对吧 中餐他吃完之后 一道菜吃完 他都是有 就最后要给你带来效益的 带来食料感受和食料的效果的 文明之理 文化之理 那我们的传统的 在饮食文化当中 我们历朝历代的这些厨师 他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他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这个谁啊 就是这个银蚁 是商代的一个厨师 他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厨师出身的宰相 因为这个皇上认为他能烹饪 他一定能够调理好国内的事物 对吧 人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对不对 所以就让他当宰相 他这个在这个烹饪过程中啊 他就有一个发现 这个发现记录在这个 吕氏春秋本位篇里边 他就觉得在烹饪是有一种 难以描述的这种纤细的味道 令人难忘 这个味呢 就是鲜味 这个鲜这个味呢 一个鱼一个羊 我们最古老的时候认为 什么是鲜呢 是三个鱼在一块叫鲜 认为鱼是最鲜的 后来呢 这个齐桓公的这个厨师 一羊 他呢 把这个鱼呢 跟着羊一块碰 就发现煮出来的非常鲜美 这样就 这个字就变成了鱼和羊 就成了鲜了 但是鲜这个字呢 非常长的历史时期 这个西方都不承认 那么他认为鲜是你的一个综合感受 所以他就没有这个词来描述 比如说英文类的fresh 它是表示新鲜 对 所以 中国人说嘛 咸中有味 淡中鲜 鲜是需要去品的 对 是需要有这种层次的 对吧 你在那吃羊块餐 狼吞虎咽 你能尝出鲜吗 门里都没有 对吧 咱中国专门有一汤 叫鸡渣汤 得渣七次 对吧 你这种品出这个鲜味来 所以 如果把中国人鲜的感觉 打成一百分的话 日本人六十分 欧洲全部就够 所以你看是在中华文化的 这个文化圈里面 有这样的语言表述 对 那么一直到1997年 就是一个 生理学家就发现在 我们的舌头上 存在着氨基酸的受体 这个才承认了鲜味的存在 所以这个东西来看 就是 我就老觉得中华文明 确实领先了很多 好几千年都没尝出来 是吧 最后 97年才明白 有鲜了 那这个鲜的味道 是由什么样的味道组成的呢 氨基酸的受体 因为氨基酸的味道 它给你了一种鲜的感受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 中华文明 实际上它的 最早的文明 就是中华饮食的文明 所以就是说 烹饪之术啊 实际上 我感觉到 它是一种 文明的很高层次的 一个体现 好 那我问一下 几位外国朋友 听到这儿 关于中华的饮食 和你们国家的饮食 对比一下 有什么样的问题 赵老师 说的越多 我们就是越想吃 越想吃 今天晚上 就觉得这个 特别美味 刚才也讲的 就是 对女性来讲 做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像我们现在又这么忙 给我们出个主意 怎么能够把这个味道 能做的好吃 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些方法 有没有 咱那五味调和 有三句话 第一个叫 五味调和 求本味 就是这种 天然的味道 第二个就是 五味调和 百味鲜 第三个是 五味调和 醋当鲜 先放醋 要会用醋 会用醋 你比如说吧 炒土豆丝 醋溜土豆丝 你啪点点醋 土豆丝立马都脆了 当然你刀工得好 别切得跟那直的那么粗 刀酥的也不脆 那些切好了 再一个白菜 现在 把那白菜线做汤了 白菜麻切下来 醋溜白菜 那白菜麻一溜可好吃了 是吧 所以要学会用醋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你醋做了以后 它会出香味 你们到中国来都吃过 呛锅面嘛 对吧 呛锅面一个最伟大之处 就是它特别香 你看我们住 住那个四个院 这院子那头 大妈 呛锅 我这闻着都香得不得了 都开胃 但是呛锅面 很多人做不好 就是呛完了 没香味 包括一些高级的饭店 你一点呛锅面 端上来没味 秘诀在哪啊 我就要跟他说了 拿回去重做 你这呛锅面 你呛哪去了 对不对 呛锅面呢 这侯宇瑞大师 传说过一经验 他这个很形象 就强光面要做到三次了 四八 四八三十 只有三十 第一次就是把这油先烧 烧得油快冒烟了 但是没冒烟的时候 就把这葱花哗 搁进去 吃了 这一次了 葱花一吃了完了 就盯着这葱花 等葱花的那个里边的那个蒸汽 水气 稍微一冒 啪 菜马进去了 二次了 然后再等他们一小会儿 哗一碗水进去 三次了 这呛锅面就 汤就做好了 然后一下面就得了 所以大家掌握好这三次了 你回家就能做一碗好的呛锅面 好 台美 老师你刚才讲到了这个猪肉的好处啊 但我们国家比较喜欢吃羊肉 而且我们天气很干燥 周边有很多沙漠 你觉得在这样的天气 吃羊肉有好处吗 还是坏处 这个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 它因为很多民族有的传统 你撒哈拉大沙漠那么热 他也得吃羊肉 对不对 但是烹饪羊肉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用好花椒 对 羊肉用了花椒以后 它可以把羊肉的山味都去掉 它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香味的环境 所以这个 我当时煮羊肉的时候 我忙不过来 我觉得给侯大师大姐话说 割什么呀 割花椒 割了花椒就解决问题了 所以这个就记住这个原则就行 其实烹饪嘛 我觉得是个挺好玩的事 就是说回家 你在厨房里鼓得鼓得 你还是有很多乐趣的 因为实际上 烹饪本身是一种艺术 我觉得 你看张大千是大画家 是吧 当时 徐文宏 给他 这个 做寿司 就是说 您是五百年来第一人 就是张大千回话说 我这个绘画之处 根本不如我这烹饪之处 他说他烹的比画的还好 就是有文化的人 他往往都是有一两手 你像我们很敬爱的周总理 他做石头做特宝 所以他就挺客户的 是的时候 他都亲自做 所以这个来说 我就觉得 你能感觉到 就是说这个 饮食它是一种文化 它融合在文化里面 出现在我们面前 先人发明的五位 如何成为造福人类的福祉 秦柳坎 让全世界的各国 都要储存大飞 大飞哪来的 就是咱们的八角茴香 大料 传承五千年代中华意识之道 如何体现创新意识 实际上有两个词 一个叫正格 一个叫齐格 那刚才呢 我们讲的是各种味道 那么味道的体现呢 其实跟烹饪的方法 有很大关系 那像中国的饮食文化 当然中国的烹饪方法 和西方的烹饪方法 将比在您看来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中国一个特别特殊的 就是低温烹饪 它这个高温的烹饪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是2002年瑞典发现的 就是在这个炸薯条 炸薯片 烤肉 炸鸡 饼干 蛋糕 这些里面 都发现含有很高的 丙息鲜胺 那么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 是一个致癌物质 那么你们看那个土豆 煮土豆 每一公斤里才69微克 那么炸薯片 就是4000多 炸薯条 5000多 超标上百倍 对吧 所以就是说 我就感觉到 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烹饪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福祉 你看咱们煮 蒸 法餐没有蒸的 是吧 你比如说爆炒 就是大火爆炒 这也是咱们中餐很独特的 古代就会炒了 但是到了宋代 就是充分的 这个把它发扬出来 嗯 实际上爆炒这个东西呢 你在炒的时候 它这个整个的菜 你看 哗哗哗 这是颠 颠勺 要不然就拿铲子来回炒 它这个过程中 这个菜呢 是不停地在运动的 所以这个每个菜上的 都有一个温度梯度 就表面我已经很烫了 但里边还是 还是很新鲜的 所以爆炒出来的这个菜呢 就非常有营养 而且非常好吃 爆炒算低温吗 低温呢 因为你爆炒本身 它这个表面温度高 它不是整体的都温度高啊 对吧 你包括烤鸭 烤鸭我一开始 把鸭子收拾了 把翅膀底下来一口 把五三六五掏出来 然后缝上 然后倒过来 就往鸭皮底下吹气 把这鸭子吹得被圆 这样里边出了一个空气间隙 空气热得不良导体 然后我就往鸭屁股里头 往里注水 注满了以后呢 我拿一书记杆 把钢门给塞住 然后掉过来 掉起来就烤 外边烤到二百六 里边水才开 二百六十度的时候 里边水才开 所以这个鸭肉基本上都是煮熟的 它当然是个低温烹饪 对吧 所以像这些烹饪里面 我觉得实际上 刚才这个刘芳飞说 这个烹饪文化 我特别同意这个词 这个不能老是君子远离刨厨 对吧 这刨厨是有文化的 对吧 所以它这烹饪里 它有很多智慧 所以实际上 你说中国也能吃烤鸭 但是我们就不像 把那火鸡卷闸卷闸 塞炉子 就傻烤 在家 中国人从来不傻烤 不要有饱不吃饱 洋人说好 就说好 中国就千百年来的 这个烹饪文化当中 有没有一个原则 烹饪的原则 是厨师们都要遵守的 咱们中餐呢 实际上有两个词 一个叫正格 一个叫齐格 所谓正格是指 正格就是标准文化 就是说你作为厨子 你去烹饪的时候 你必须要遵守传统的规矩 要不然你就不是中餐 我到欧洲就发现 好多中餐都乱套了 哪是中餐呢 对吧 中西部分的餐都是 它去追求迎合当地的口味 那你当然就不如出中餐 你得让当地人喜欢你 你才是胜利呢 对不对 它这个正格里都有好多规定 你比如说嫩藕一炒 老的藕就得炖 对吧 比如油多的鱼 油多的鱼 清蒸 油少的鱼 红少 它有好多规矩 这些规矩 你比如说童子鸡 我就可以做白产鸡 那么老母鸡就得炖鸡汤 这些都是规矩 就是说是几千年传下来的 厨房里的规矩 所以叫正格 所以实际上中餐本身有标准化 但是中餐的标准化 又不是那种机械的标准化 它允许厨师的发挥 对吧 所以摆出摆格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高深的辩证法 对不对 你辩证法本身就是一切东西都是活的 它都是对立的统一 再一个呢就是齐格 齐格就是一些创新的菜 你比如说教化子鸡 这玩意原来厨子哪儿做过教化子鸡 这鸡怎么来的 一教化子 病了 晕了 他这难友来了 一看 这哥们晕了 咱得想办救他 就去找了一只鸡来 这鸡找了以后没玩意炖 怎么办呢 一看这旁边有荷叶 拿荷叶包上 然后外面拿泥给它糊上 正好有火 搁火里 烧 烧熟了 把这个土 这泥一敲开 这河叶一打开 这箱特别香 这鸡 就把这教化子给救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创新呢 然后咱们的厨子就把这鸡引到宴会上了 取名教化子鸡 就这么来的 这个都是齐格 你比如说像咱们的镇江小肉 对吧 镇江的小肉切开就跟那 冰冻的似的 特别漂亮 是吧 还有安徽的这个臭鲑鱼 对吧 什么燃面 多了 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中餐的不断的发明 不断的创造 这就叫齐格 所以中餐的这一套东西就符合我们国家现在号召的这种创新的思想 它是在正格的基础上不断的制造齐格 不断的创新 所以这个来说就是说明中餐它是绝对富有生命力 您刚才讲的实际上齐格和正格是厨师遵守的千百年来的烹饪文化的规矩和后来的发展中的创新 那在中餐里面我们大量的菜肴都是跟肉类有关的 而世界卫生组织呢也特别说到了有一些肉类的加工品啊是不健康的 很早就发出这样的警告 那么在这些加工的过程当中啊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中餐这种加工是安全的吗 是健康的吗 我就觉得中餐跟西餐不一样在哪 西餐都是大块的肉 一吃牛排一大块 中餐都是切成丝切成片切成丁切成末 是吧 你们肉末炖鸡蛋 对吧 公保鸡丁也就是丁吧 对吧 所以中餐这个我觉得这种搭配本身 它体现了一个荤素搭配的非常好的一个比例 再一个呢 我现在主张是少吃肉 吃好肉 对吧 你比如鸡 中国这个柴鸡平均说明两年 它脂肪含量只有8% 你扬块它那鸡 对吧 38天就6斤重了 脂肪含量22.8% 你比如说原来咱们的猪养一年 现在三月就150斤了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像现在什么山黑猪啊 这些天然饲养的猪应该是首选 不要去忙着多吃肉 而是要少吃肉吃好肉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不要多吃这种加工制成品 它工业文明的东西和我们的这个农业文明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文明 因为农业文明我依赖的都是天然的东西 像我们说的都是调料 你看现在这个 这肉汁 肉汁香精吧 你们看看 就是在做肉的时候加的什么 这都是工业制成品用的 因为它可以大规模的生产 全是化学的 是比天下机 对吧 这个2006年美国出了一本书 叫做100 year line 就是百年谎言 我给这本书的中文版写了一个序 就是说 美国在1906年 当时它为了解决它的食品安全问题 它制定了一个法律 叫纯净食品和药品法 但是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性 它就制造了一个巨大的谎言 什么谎言呢 就是实验室里合成的化学物质 要比天然的更健康 那么这样一个法律 就把全世界都带入到一个误区 所以化学添加剂的滥用 和激素的滥用 美国从1947年开始 就公开的在牛子资料里 加雌激素二乙基固醇 一直加到1977年 到证明它有确凿的致癌性 才停止 所以我就觉得 美国200年的文明 和中国5000年的文明 我愿意尊重5000年 我就觉得添加剂这个问题 要充分的认识 你看我们 这个在二世纪 70年代末的时候 我们当时 中国总共的添加剂 大概只有65种 到了1990年 136种 现在2300种 怎么来的 都是学美国呀 对吧 所以我就感觉 我们作为中华文明 应该坚守文明的一些底线 这本书 就是调料 美味 健康 我就想让我们中华民族了解 我们要学会用调料 而不是用化学添加剂 对吧 我们在日常的烹饪中 能够把调料用好了 你就吃好 求健康 因为大量的调料 都是药物 对吧 让全世界的各国都要储存达飞 达飞哪来的 就是咱们那八角茴香啊 大料啊 大料里提取的 对不对 我们的大料平时用了 你不就获得达飞了吗 你不就能防病了吗 所以为什么几千年中国人 面对这么多疾病和战争 包括日本的西军战 都没把我们搞垮 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烹饪 有我们中国五千年的文明 对 还是守住这个宝贝啊 让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继续诱护着他的后人们啊 责备后事 那今天我们在洋快餐 在西方的这些影视文化涌入的时候 大家要坚定信念 我们是哪个土地上生长的人 我们应当吃什么 我们怎样做才能够进行 对我送的爱一句话 就叫生土不二 嗯 你是中国人 你就要吃这块土地上的东西 你会收很多的益处 因为这个五千年啊 我们的祖先是不会欺骗你的 他们流传下来 都是为了我们进一步的繁衍和健康 对吧 在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尊重我们的文化 这是基础 谢谢 谢谢赵林先生 您的一番讲解 让我们也很感慨 那现场的观众朋友 听了我们赵林先生今天讲 五位调和的秘密 有什么问题来 主持人好 然后赵老师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我们女生都知道吃甜的的时候 心情是会变好的 那饮食对人的性格有没有什么影响 饮食对性格的影响是很明确的 这个唐代孙思苗有这么三句话 他说食骨者 就是吃骨的人 食骨者有志而劳神 就是有智慧 而且爱思考 食草者 吃草的 则愚痴而多利 这不是牛吗 对吧 食肉者 则勇猛而多称 吃肉的人 成熙散的部队就是吃肉的 他就能打仗 对吧 而且脾气大 所以就是说 你比如说这妇女 她特别爱吃辣的 她肯定泼 如果这妇女都是素食 她肯定很安静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肉吃多了 她身上腺素就多了 她肯定她的脾气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肯定是有影响的 当我们享受着我们的新人 跟我们留下的 饮食智慧的同时 可能越是离自己近的 越不把那当回事 但是要知道 之所以我们的先人 能够流传下来 我们的生命 能够延续到今天 也是多亏了 我们先人留下的 这些饮食的智慧 我不知道您家的餐桌 是不是也还在 健康的道路上行走 或是已经偏离了 正常的轨道 所以这期节目 可以让每个人回家 好好看一看 好好想一想 如果想了解 我们更多的节目 欢迎您关注 我们的公共微信号 CCTV 文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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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之旅 来自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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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